无视中国恫吓施压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率团访问台湾 在今天清晨抵达了 预计要停留五天四夜 总统蔡英文将要亲自接见 颁受勋章给理查 也要感谢她对台法之间的贡献 另外访问团除了会进行国会交流之外 同时也会拜会行政员长苏贞昌 陆委会还有国安会等多位高层官员 由于理查跟法国总统马克宏算是同一个政党 会不会传递马克宏带来的讯息也受到关注 清晨六点半抵达台湾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 所率领的访问团跟外交部次长 曾后人互碰瘦州打招呼 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样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这是理查第三度访问台湾 五天四夜行程满党 周三下午拜会经济部长王美花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 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 晚上又吴钊燮晚宴款待 周四上午蔡总统亲自接见 并且颁授勋章给理查 表彰他对促进台法友好关系的贡献 接着参访台北101 而下午则拜会苏贞昌 周五跟监察院长陈菊 还有立法院长游锡坤交流 下午前往国安会 自信也会到基隆山湾历史文化园区 不过十号的双十国庆则不会参加 法国呈现出一个民主国家 跟台湾的往来 不用受中国说三道四的态度 那我想那个对现今的国际局势来讲 是一个领头羊的效用 不仅是国会 就连国安两岸再到经贸 相关部会都走一遍 凸显台法间的交流更进一步 间接的促进台法之间 在外交上面 或在政府的互动上面的情绪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特殊外交处境上面 我们现在跟各个国家交流当中 很好的一个方式 方台形成一波三折 不甩中国抗议 理查坚持出发 由于理查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同一个政党 此心是否传达外交或政治上的讯号 格外受到关注 记者先为先生台北报道